Claim 到? Claim 不到? Claim 到? Claim 不到? 倒塌都有教,Claim 不到 Claim 不到, 不是靠採掃 其實呢,在 2023 年的時候,我們都搞過一次Training Workshop 邀請了我們的專櫃客戶來到煲胎跟我們的索償專員 學一下怎樣去批Claims,怎樣去做賠償,怎樣可以Claim得精明一點 說就精明,到真的要Claim的時候又說是搬籠門 Claim 不到,是否我們搬籠門呢? 今天,我們就將 Workshop 內的案例置錄出來,讓大家去了解一下 看看我們的角色到底是搬籠門還是守籠門 在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 Like 和 Subscribe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就不會錯過我們之後保險和健康有關的資訊 第一個案例就是陳太 陳太在 2022 年 8 月 3 日,成功投保我們煲胎的意外保險 然後在 2022 年 8 月 8 日,陳太去了打願無求 那麼就這麼不幸,她打願無求就弄傷了她右邊的膝蓋 在 8 月 15 日,她就開始去看醫生 而這個據報就是她第一次看醫生 同日就做了一個 MRI 磁力共振 去到 8 月 16 日, Bota 這邊就收到她要去Claim 這一次看醫生還做磁力共振的肺肉 其實當收到將功索償之後呢 一個合格的理陪專員會做一些調查 她就會去問陳太的家庭醫生 又或者是公立醫院 拿回陳太以往的病歷和一些看醫生的紀錄 那麼不問由自可,一問就發現了有趣的東西 原來家庭醫生說 第一次陳太去看醫生的日子 其實是 8 月 3 日 也就是她買保險的那一天 原來陳太是看醫生的前一晚 即是 8 月 2 日 參加羽毛球比賽 不小心弄傷她右邊的膝蓋 相信在看的觀眾都會留意到 這個意外發生在投保之前 這個就是最普通的一個不保試案 就是受保前已存在狀況 受保前已存在狀況 比較常見於意外保險 因為它不關病事,無論你有沒有確診病 只要你是正在接受治療 或是被建議接受治療 又或者是一個一般的正常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尋求治療的話 這些狀況都會被定義為受保前已存在的狀況 那你是需要告訴保險公司 譬如陳太這個案件 原來她已經弄傷了右邊膝蓋 如果她告訴保險公司 她有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那一張保單未必會審批 或者這件事會列為不保事項 當然她是棄不了 買完保險再再看醫生 沒得不保我了吧 今天第二個案件的當事人張太 在2021年11月30日 成功投保保胞胎治療醫保標準計劃 然後不夠一年的時間 在2022年9月22日 她再投保胞胎PINK治療醫保計劃 然後11月9日 張太因為她的子宮肌瘤 和右邊卵巢狼種治療 申請一個出軟面爪數的預先批入服務 然後在11月15日 我們的索償專員收到她的申請之後 也批核了她志願醫保標準計劃 即是她早一年買的那份計劃 入面的出軟面爪數服務 但是布胎PINK的那個索償 就需要審批和調查了 出了什麼事 為什麼要特別去看呢 因為索償專員發現 11月9日的子宮問題 和9月22日買的這張布胎PINK 商界的時間太短了 所以我們需要多一些資料 看看會不會有些事情 是我們不知道的 於是索償專員就向家庭醫生和醫管局 拿回當事人的醫療紀錄 結果發現原來在9月11日到17日 當時人張太已經看過好幾次的醫生 有講到出現腹痛和月經過多的症狀 而在9月22日 即是張太買胎PINK 的同一日 她已經預約了要做一些醫療服務 指她在9月23日做骨盤超聲波 然後同日發現有子宮肌瘤等等的問題 所以結論就是 原來她在買第二張保單 即是胎PINK 的時候 其實張太已經知道自己的子宮有問題 而沒有向保險公司申報 在這樣的情況下 第二張保單是不能夠賠錢給她做這個子宮的手術 所以有關子宮的調查和治療費用 經過重新審視病歷之後 有關子宮的情況 是應該當作投保前疑有疾病處理 而根據相關的不保事案 她是不能夠批評到第二張保單 即是胎PINK 的保單 當然張太因為之前有買到第一張治療醫保的基本計劃 那一張沒問題 一買的時候張太未有這個子宮的情況 但第二張就跌入頭保前疑有疾病 頭保前疑有疾病是怎樣定義的呢 是否確診才算的呢 頭保前疑有疾病這件事 一般來說都是計了確診的 因為其實你已經在尋求或接受醫生的治療 當然有些情況之下 你看醫生的時候 雖然未確診是一個病 但已經見到一些明顯的病徵 如流血 全身紅色 這些肉眼都見到的病徵 我們都會計為一個頭保前疑有疾病 好了 但是否頭保前疑有疾病 全都算是不保事案呢 又不是 又有一種不計的 就是未知疑有疾病 未知疑有疾病 就是指你不察覺 沒有明顯病徵 你亦都沒有因為這件事看過醫生 醫生沒有給你建議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合理地不知道自己有一個存在的疾病 就算你頭保的時候沒有跟我們說 因為他一個未知疑有疾病 只要他等一定的等候期之後 都能夠受到致遠醫保的保障 其實在未有致遠醫保之前 所有傳統醫保 無論你知道還是不知道 只要是一個頭保之前已經存在的疾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律了為不保事案 但有了致遠醫保之後 為了保障消費者 如果是合理地不知道 不察覺自己有已有疾病的話 就算在頭保的時候沒有跟保障公司說 保障公司都有責任要掩蓋 什麼產品都好 一成功批核 就立即有得賠 你就要留意第三個個案 這個都是很常見的一筆保障行 等候期 今次的事主陳小姐 在2021年12月6日 成功頭保第一份 煲胎危疾保險 隔了幾個月後 在2月4日 成功頭保第二份 煲胎危疾保險 劇情急轉席下 去到5月18日 陳小姐被告知正式確診結腸癌 然後7月14日 陳小姐都向煲胎申請索償 索償專員看案 他會留意到5月18日確診結腸癌 但理想一張單 2月4日的時候買 中間商隔距離會不會太近呢 於是索償專員又盡他的責任 再一次向家庭醫生和醫管局方面 拿回一些資料 看看陳小姐的名字 在4月 陳小姐在CI醫院求診的時候 其實主診醫生已經認為症狀 在幾個禮拜前就出現了 時間可以追溯到3月甚至2月份的時間 在這個時候索償專員就要做一個判斷 其實他出現症狀的日子 會不會跌入之前買的危疾保單的等候期 陳小姐其實買了兩份危疾保單 而今次這個結腸癌出現症狀的時間 其實跌入第二份買的危疾保單的等候期 而這個等候期有90天 不過他沒有跌入第一份買的危疾保單的等候期 所以索償專員最後審批的結果就是 第一份是保單可以賠錢 但第二份就不可以賠錢 那如果想加保額又要不需要等候期呢 加保額跟陳小姐的個案有點不一樣 陳小姐是分開了兩次去買的 所以第一張保單其實過了等候期 只是第二張保單未過等候期 所以拿不到錢 但如果加保額的話 在加保額的一刻 我們會重新計算等候期 因為概念就像你之前那張保單 完了我買過一張新的大一點的保單 那這90天的等候期就會重新計算 今天三個個案都分享完了 三個情況都牽涉到不保試案這個例子 其實不保試案就像大家去茶餐廳 在吃午餐一樣 到底他包飲飲還是不包飲飲 其實一開始應該清清楚楚寫出來的 煲胎手奴門的角色 正正就是拿著這些不保試案去看 到底這次的個案有沒有跌入不保試案呢 如果跌入了我們就不可以賠 但如果沒有跌入不保試案的話 我們就應該盡責去理賠 保險其實是以法律條文作為基礎的一份合約 不過它和大家平時生活中看到的其他合約有少少不一樣 例如你和你的裝修師傅談一份裝修合約的時候 大家可以協商可以更改這一份合約 但是保險產品這一種合約 就是保險公司單方面去設計 然後拿出來給大家去買 作為消費者 其實你不能和保險公司協商 去爭取跟改裡面的條文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保險公司應該要公平合理地對待客戶 例如將所有不保試案 是用清晰的文字 八字黑字地寫出來 而客人何時要去了解這份保單的範圍 都可以找到我們去諮詢 讓我們的索償專員解釋給你聽 每一個理賠的結果 背後是有什麼道理 那為什麼我們每一隻claim都賠錢呢 情況就好像電訊公司上台的時候 如果你加入那些4G plan 5G plan 它裡面有一個公平使用原則 這個公平使用原則就是 大家都是客戶 大家一起去分享這些頻寬這些data 沒有理由一個人用完所有的bandwidth 其他人就上不到網 保險公司手籠門的職責 就好像要將這些資源 合理地分配給有需要的人 如果見到濫用的情況 我們要嘗試找辦法堵塞這些漏度 希望大家聽完今天的案子之後 是能夠更加了解背後的保險原理 Claim 到 Claim 不 到 不用太煩惱 病歷只要如實報告 有需要就找煲胎專員幫你計數 自然Claim 也證明沒難度 希望大家like and subscribe 祝大家身體好 中文字幕官方文字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